渔圈乐视准时更 女明星们也就是待宰的高杨 女明星们的饭局价 赔税价常常高的令人咄舌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女星们的饭局价 1.林志玲 林志玲的价格是500万 林志玲做客某电视节目时公开向富翁发出陪饭邀请函 抬高饭局价格 只要谁愿意出价500万就会接受前往 金钱面前林志玲还不忘保持纯真本色 表示500万的饭局会全部捐献出去 2004年林志玲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上 脱掉外套拥抱刘德华 将自己傲人的身材一展无鱼 不仅让自己的名气直线上升 更是直接挤掉萧强 摘得台湾第一美女的称号 尝到甜头的她立即在接再厉 利用卓越的身体条件为自己谋求更多发展 在红信集团年会上 她穿着火辣性感 与台湾首富郭台铭来了一段贴身热舞 但是这段激情四射的探戈秀 不但招来网友的集体吐槽 台湾著名导演蔡明亮更是公开怒骂其举止轻挑 行为恶心 然而身为当时人的林志玲并不在意 之后她和三位赫赫有名的富豪约会 趁机拿到顶级资源 参演电影赤壁中的小乔一角 随着名气增加 她的黑历史也被人翻出来 2003年网上突然爆出一张赔税价位花名册 而这位台湾第一美女的名字赫然以200万起的价格稳居榜首 不过这场风波非但没有让林志玲的事业受到影响 反而促使她愈发出名 2005年 因为手机维修 她和严程旭大量的亲密照被曝光后 世人才知道她竟有一位相恋17年的男友 后来林志玲因拍摄广告从马被摔下受伤 严程旭得知消息后 敢去看她 开口第一句话却是指责 最终在2015年 两人之间的关系彻底画上句号 二 肖强 肖强的价格是50万 如果早十年 富翁邀请的饭局第一宠非肖强莫属 一度占据台湾第一美女称呼的肖强 只是芳华一去荣严一老 肖强当然无法和风华正貌的林志玲比较 赔饭价格随着岁月的无情而跌价 去不完全统计 肖强有过14个男朋友 每个都是有钱有势的人上人 其中有个土大款 曾经想花50W买肖强的初夜 那时50万可以买个大别墅了 但被肖强拒绝了 因为他压根看不上 据说在肖强的众多男友中 曾有人出过8000W包养他 所以50W在他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唯一一个让肖强动过结婚恋头的 是富商曹星成 他送了千万豪宅 一年3000万的零花钱来追求肖强 面对比自己大20岁的男人 肖强坦言 双方有共同的爱好 兴趣 对我疼爱有加 不存在包养 我们是正常谈恋爱 我不在乎年龄 起先肖强本以为两人会步入结婚殿堂 谁知南方又爱上了年轻貌美的大学生 他只能出局 除了和商界富豪谈过恋爱 肖强还和琪琴 林瑞阳 李耀文 穆小光传出过绯闻 这些男人全成为了他生命中的过客 没有一个能与他携手走到最后 如今 已经54岁的肖强还是单身艺人 3.舒淇 舒淇的价格是30万 因为舒淇拍过比较录的影片 所以很多富豪看完就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 邀请舒淇吃饭 在那几年 舒淇的价码很高 而舒淇不仅喝酒很豪迈 还喜欢划拳 1998年舒淇与黎明在《玻璃之城》中因戏生情 此时的黎明早已靠着四大天王之名 躋身成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 而舒淇刚刚从声名狼藉的艳星转型成文艺女神 两人恋情曝光后 舒淇成为过街老鼠 黎明父亲听说此事后 更是怒不可遏 怒斥舒淇配不上儿子 在全世界都反对的情况下 两人还未见光的恋情直接被转入地下 为黎明的事业发展考虑 无奈的舒淇只能在各个场合连连否认两人感情 苦守七年后他终于抓住最后一丝希望 在29岁生日当天向黎明求婚 结果对方却用一张与金喜山的秘密约会照做出回应 双重打击下舒淇被折磨到患上抑郁症 不愿再为情所困的他心灰意冷提出分手 2013年他与张震在最好的时光 坠入爱河 但这次似乎又是他的一厢情愿 在被问到与张震追求他是否会同意时 舒淇毫不犹豫点头认可 结果张震在采访时被问到关于舒淇的问题 一概拒绝回答撇清关系 连续被两人伤透心后 舒淇对于感情彻底看看 开始在男人堆中辗转反侧 夜会捧于艳 身稳于文乐 与王丽红携手出入珠宝店 无数男神都败倒在他的石榴裙下 谁也不会想到美艳游物舒淇 最终却被冯德伦收入囊中 4.肖书慎 肖书慎的身价是50万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北警方曾侦拜一起不良集团案 竟意外发现有许多当红女星涉嫌其中 当时被曝光的就有肖书慎 据知情人士爆料 肖书慎曾经被逼于许多素媚平生的大牌导演 与投资商睡觉 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台湾娱乐圈 1992年 16岁的她成为了酒店里的接待小姐 在鱼龙混杂的地方上班 会遇上各色的人 为了应付突发情况 肖书慎任了一个大佬做干爹 1997年 肖书慎被星探发现 在干爹的帮助下 肖书慎成为了刘德华的专辑中 爱泰南这首歌的MV女主角 顺利出道 1999年 23岁的肖书慎被妥宗康签下 这一年 在经纪人的运作之下 肖书慎从小歌手一跃就成为了演员 那时 追求肖书慎的人很多 父亲不希望他的男友换了又换 而他却觉得女孩子就是要多看看多叫 后来 他与光良合作了 第一次的MV 光良也深深地迷上了这个好女孩 可就当肖书慎树立育女形象的时候 却被爆出曾是座台小姐 2002年 肖书慎在事业上升的时候 又一次的被绯闻缠上了 这年 他认识了钟先生 就在恋爱进入情深意浓的时候 钟先生被爆出脚踏两船 后来还传出 他与同门师妹林衡一大抢男友讲有百 2005年 肖书慎爱上了一个上大四的男孩 两人相差六岁 此人叫雷凯 是板桥艺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 这段虐恋不被接受 然而媒体却扒出了肖书慎名下有一幢已婚男送的别墅 为此 媒体称肖书慎经常来别墅过夜 自此之后 肖书慎的名气迅速下滑 后来肖书慎因违法行为三次被抓 直到2017年 肖书慎嫁给了小他15岁的老公 两人扛起了家庭的责任 5 吴佩慎 吴佩慎的身价是80万 连续几次取代林志玲成功主持央视各大晚会的吴佩慎 人气看涨 身价也水涨船高 迅速攀升到港台第一女新陪范身价 她的模特身材 以及歌手 演员 模特 主持四种身份 在各大领域都有不错的成绩 饭局第一宠也非虚名 和林志玲分手四年后 苏典中惊人介绍 认识了拥有小林志玲之称的吴佩慎 并对之一见钟情 而吴佩慎也看上了眼前这个穿着奢华的男人 不过两人相恋不到一年就分手了 此后 吴佩慎度过了一段空窗期 不久后她又结识了 撒龙巴斯太子爷施明廷 施明廷对吴佩慎展开热烈追求 顺利俘获了女神的芳心 交往后 施明廷就送了吴佩慎一艘游艇聊表心意 甚至还带她回家见了父母 然而施明廷的父母不喜欢圈内艺人 再加上此时吴佩慎在内地发展 这段感情再一次告吹 没过多久 吴佩慎的富豪梦又一次起死回生了 她在飞机上结识了马来西亚富豪皮特 保利伯纳和海蝶唱片公司的投资者 和其他富商一样 皮特也是对吴佩慎一见倾心 随后对其穷追不舍 可吴佩慎却看不上她 因为吴佩慎一开始不知道她是个富豪 后来了解到皮特的真实身份后 她才与之恋爱 本以为吴佩慎这次终于可以和富豪修成正果时 她却因为背着男友接拍大尺度戏 错失了嫁入豪门的机会 后来遇上富豪记小波后 吴佩慎更是不惜未婚六年生育四子 慢慢从万众瞩目的九头深美女 变成了网友口中的九头蛇 6.林熙磊 林熙磊价格是35万 自从饰演《摇摆女郎》中的万人迷后 林熙磊逐渐被内地观众所熟知 当然她170厘米的身高 模特身份才是入围的最大资本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在林熙磊个人资料页 安静地摆放着丈夫与两任前男友的链接 而这也只是常规操作 更令人好奇的则是 她与几位香港大富豪的情感纠葛 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娱乐大亨林建月 富二代马为臣的追求 1999年 坊间传闻林建月曾主动追求林熙磊 然而女方的态度是 没有接受 2001年恰逢林熙磊与前男友吴大为分手 台湾元大集团的二公子马为臣 竟撇开谈了三年的女友 主动向林熙磊示好 甚至一度在母亲的生日会上 借酒壮胆表白 言明对方是 现在是自己的女友 结果女方表示 双方只是在朋友的聚会上 才见过一次 没有特别熟悉 后来在一次采访中 林熙磊也公布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我选男友的标准 从没有金钱方面的界定 我有能力自己照顾好自己 我最看重的是 相处中可不可以合得来 终于在2010年 她等来了自己的幸福 对方是在美国经营 某服饰品牌的富豪杨晨 两人在相识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就登记结婚 7.张子怡 张子怡的身价是7亿元 有媒体曾报张子怡赔税负商 获利7亿元 还举出了几个时间 地点 试图证明张子怡 之所以未能参加坎城电影节 一代宗师和危险关系 两部电影的宣传 是因为被要求接受调查 并且禁止出境 消息一出 网络留言四起 张子怡出道以来 第一个承认关系的男友是霍启山 二人的相遇 是在摩洛哥皇室举办的 一场慈善晚会上 霍启山被港媒称为花花公子 对他却很好 两个人一度传出要结婚的消息来 但是没有等到他们结婚 先听到了二人分手的消息 分手后不久 张子怡就找到了自己的新欢 外籍男友艾薇 倪沃 她比张子怡整整大了14岁 在一起之后 为了迎合富商男友的审美 张子怡的穿衣风格 也是越来越大胆 两人马上就要结婚的消息层出不穷 甚至还被爆出已经订婚的消息 结果2010年 他们没有结婚 反而官宣分手了 分手的打击让张子怡大伤元气 也有人对她颇有不满 事况频发 这一年张子怡31岁 萨贝宁主持节目 我们有一套 张子怡是特邀嘉宾 她的幽默风趣和学识 让张子怡心持神蟒 而萨贝宁也颇为喜欢这个姑娘 但是她们却没有在一起 多久就宣告分手 在她们分手的同一年 汪峰在上海开了一场演唱会 当着八万粉丝的面 她做了一段长达八分钟的深情表白 而被表白的对象张子怡 坐在第五排的20号 捂着嘴 感动得泪流满面 不管粉丝有多么的诧异和疑惑 汪峰和张子怡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娱乐圈在黑暗 那也是轻者自轻 着者自着 迈错一步就可能踏入万丈深渊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 都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 自尊自爱 林志玲 林志玲和日本老公黑泽良平结婚后 很多网友都对林志玲嫁到日本表示不满 经常会扒出她之前的各种黑历史进行讨论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又开始出现她不能怀孕 遭到日本老公家暴离婚的谣言 甚至还疯传一份早年的女明星卖身名单 榜首则被指示林志玲 在这份在早年就曾引起过热议的卖身名单中 涉及了很多当红女星 其中排在第一名的艾奥姐 在背景介绍中是模特出身 跨足电影广告 被指示林志玲 价格是200万元起 这份名单的来历也不简单 是警方破获一起跨国卖射案时流传出来的 初被曝光时热度很高 电视台和各大媒体都争先进行报道 林志玲更是多次被提及 发展的最后 相关媒体甚至挑明了直指 奥姐就是林志玲 之后林志玲紧急发声进行了澄清 并起诉了相关媒体 然而这份名单造成的影响太大 捆绑了林志玲 但凡提到所谓的女明星名单 林志玲总会被提及 林志玲出道以来 和很多合作过的男演员传过绯闻 她的感情生活一直都备受外界关注 此前和颜程序的恋情闹得沸沸扬扬 两人分分合合那么多年最后还是没能走到一起 让很多网友唏嘘不已 如今林志玲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希望她和黑泽良平能一直幸福下去 萧书慎 16岁的她成为了酒店里的接待小姐 在鱼龙混杂的地方上班 会遇上各色的人 为了应付突发情况 萧书慎任了一个大佬做干爹 1997年萧书慎走在街上的时候 被星探发现 这年在干爹的帮助下 萧书慎成为了刘德华的专辑中 爱泰南这首歌的MV女主角 萧书慎任美身材好 在老师的教导之下进步很快 再加上干爹在背后的力推 萧书慎的春天来了 以玉女的形象在音乐圈发展 与许志安合作你说谎 陈晓东合作心有独钟 后来妥宗慷就签下了萧书慎 成为她的经纪人 2000年萧书慎遇上了人傻钱多的田桥仔 她非常爱慕萧书慎 为了得都美人的芳心 送上了价值3000万的豪宅 作为定情信物 然而萧书慎不敢接 因为此时她的男友非常多 后来她与光良合作了第一次的MV 光良也深深地迷上了这个好女孩 可就当萧书慎树立玉女形象的时候 却被曝出曾是座台小姐 绯闻一波接着一波 还被酒店妈妈桑林威威 在各电视节目中引设 萧书慎价钱一夜高达100万 自此之后 萧书慎的名气下滑很快 赵雅芝 说起赵雅芝 很多人想到的都是白娘子 冯澄澄 助言有数 可能都忘了吴君如公开说 不喜欢赵雅芝 因为她婚内出轨 被前任丈夫动粗后又出轨现任丈夫黄锦生 直指赵雅芝情史混乱 1971年赵雅芝中学毕业当上了空中小姐 两年后香港无线电视台选举首届香港小姐 19岁的赵雅芝脱颖而出 就此出道 那时美女嫁名医是一种时尚 赵雅芝的妈妈介绍赵雅芝认识当时的名医黄汉伟 赵雅芝听从了妈妈的劝说嫁给黄汉伟 刚结婚时幸福美满 还生了两个宝宝 婚后赵雅芝拍了不少电影 事业渐渐有了起色 黄元申也是那个年代当红的武打明星 主演了很多电影 1978年 黄元申和赵雅芝合作了电影传出绯闻 后来还传出黄汉伟对赵雅芝拳脚相向的消息 之后赵雅芝出演《上海滩》一举爆红 黄元申也因出演《货原甲》而爆红 人人都被他的大侠风范折服 于是他和赵雅芝的绯闻再次被别人提起 黄元申的太太还拿出他和赵雅芝之间的信件给媒体 让这件事愈演愈烈 这时候黄元申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处于巅峰时期的他忽然退出演艺圈 剃度为僧 之后赵雅芝和黄汉伟离婚 两人为争夺孩子的抚养权闹上法庭 再后来赵雅芝和黄锦申在美国注册《结婚恩爱》到现在 吴佩慈 连续几次取代林志玲成功主持央视各大晚会的吴佩慈 人气看涨身价也水涨船高 迅速攀升到港台第一女星陪饭身价 吴佩慈如此受富翁邀请去饭局吃喝 主要来自两个原因 其一就是成功的炒作 利用顶替林志玲主持央视老大哥的晚会大作文章 其二当然还有他的模特身材 以及歌手、演员、模特、主持四种身份 在各大领域都有不错的成绩 饭局第一重也非虚名 吴佩慈的饭局身价也是不可小觑 据说是一场饭局80万港币 堪称香港第一 有了主持资源名声大噪 因为长相较好身材也很迷人 深受香港富豪大佬们的喜爱 他的一顿饭局的价格水涨船高 舒奇 舒奇在16岁的时候就签约了台湾巴比伦公司 开始拍写真集 那时候 舒奇并不知道什么是写真集 经纪人解释说是为艺术献身 舒奇也不管怎么各献身法 反正觉得有钱赚 觉得可以资历更生就答应了 1995年 19岁的舒奇在拍了几年的广告征集后 被台湾影帝柯俊雄赏识 以十万台币迁入柯俊雄的公司 主演了电影《灵雨肉》 其实 这部电影原定的主演并不是柯俊雄 而且剧情也并不春光宣泄 但柯俊雄看着纯昧动人的舒奇无法自拔 于是 决定临时登场 面对戏中清解罗长的舒奇 50岁的柯俊雄摩枪一代 两人在戏中尽情切磋演技 就这样19岁的舒奇将自己的电影《处女》做贡献了 也是因为这部电影 舒奇有了去香港发展的机会 香港经纪人文俊和导演王晶看过之后 觉得舒奇很有特色 气质很好 混有发展潜力 于是就去台湾打算把舒奇迁到香港拍戏 很快 王晶为舒奇写了剧本 在王导的电影中 想要一炮而红 那就一个字 特 舒奇下定决心 一定要闯出来 决定只拍三部坦诚相见的戏 不出意外 舒奇真正做到了一炮而红 成为继秋舒真 翁红之后最成功的《惊女郎》 就是在这一年 王晶把舒奇推荐给了尔东生 与莫文蔚 张国荣的人合作 这部戏对舒奇的演艺生涯格外的重要 舒奇也凭借剧中的精彩演出 获得了第十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新演员奖 媒体总演技上肯定了舒奇的表演 张子怡 张子怡的身价是7亿元 有媒体曾曝张子怡赔税负伤获利7亿元 还举出了几个时间 地点 试图证明张子怡之所以未能参加 砍城电影节一代宗师和危险关系 两部电影的宣传 是因为被要求接受调查 并且禁止出境 消息一出 网络留言四起 张子怡出道以来 第一个承认关系的男友是霍启山 二人的相遇是在摩洛哥皇室 举办的一场慈善晚会上 霍启山被港媒称为花花公子 对他却很好 两个人一度传出要结婚的消息来 但是没有等到他们结婚 先听到了二人分手的消息 分手后不久 张子怡就找到了自己的新欢 外籍男友爱维尼沃 他比张子怡整整大了14岁 在一起之后 为了迎合富商男友的审美 张子怡的穿衣风格也是越来越大胆 两人马上就要结婚的消息层出不穷 甚至还被爆出已经订婚的消息 结果2010年 他们没有结婚 反而官宣分手了 分手的打击让张子怡大伤元气 也有人对他颇有不满 事况频发 这一年张子怡31岁 撒贝宁主持节目《我们有一套》 张子怡是特邀嘉宾 她的幽默风趣和学识 让张子怡心持神网 而撒贝宁也颇为喜欢这个姑娘 但是他们却没有在一起多久就宣告分手 在他们分手的同一年 汪峰在上海开了一场演唱会 当着八万粉丝的面 他做了一段长达八分钟的深情表白 而被表白的对象张子怡 坐在第五排的20号 捂着嘴 感动得泪流满面 不管粉丝有多么的诧异和疑惑 汪峰和张子怡就这样走到了一起